天早上九點準時進辦公室打卡 吃早餐的同時也不得閒 必須忙著看客戶資料 為接下來的行程做準備 昨天有跟你說的車險的續約 那你這邊有確定嗎 拼事業 擺第一 吃喝等消費一切重建 78年次的核專役 三年前轉行當保險業務 由於收入來源幾乎全靠獎金 如果當月業績下滑 最慘時期只有幾千塊進帳 讓他壓力倍增 房貸大概佔我的薪水的三成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必要性的儲蓄 那必要性儲蓄大概就佔我的兩成的收入 那當然還有就是要給消養費 雖然沒另一半 沒小孩 但每個月開銷固定 人吃掉大部分薪水 核專役為了增加被動收入 他寧願把多數的錢拿來理財 生活費能省則省 每個月相對的就並不是那麼固定的收入進來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很好啊 那我就會多做一些就是預備金的準備 那如果說有時候真的是比較差了 那我這個剛好預備金的準備就可以拿出來做 我可能有透支的這個月 在物價狂漲薪水不漲的年代 不少上班族都有投資理財觀念 但也有很多人 連付基本開銷都有困難 人力銀行調查只有65%的上班族有餘育儲蓄 多達35%的人到了月底只能吃土 如果想吃應生活費 勢必得找機會兼職斜槓 打工類型就像是客服的打電話 然後或是其他一些文字類的工作 如果說沒有斜槓來講的話 那我收入要去支撐每個月的房貸 然後還有偷期款 可能不太夠 所以我才會去做其他的工作 然後希望可以有錢付投期款 北漂的七年級生Alice堪稱兼職達人 因為從學校畢業至今超過十年 學貸還沒還完 尤其台北生活開銷大 Alice只能用時間換取空間 刻意省錢的部分 像是我們公司中午有發便當 然後有時候同事沒有要吃的 那我就會再多帶一個便當 然後當成晚餐 因為其實在台北的餐費是很可觀的 所以不是自己煮的話 那就是盡量可能 趁免費的晚餐來吃 整體的平均薪資大概落在4萬4千元左右 但是假設說你在雙北居住的話 你光是房租可能就扣到1萬5至2萬元 再扣掉你的生活費 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麼大概會有三成五 這麼高比例的上班族 是完全沒有餘裕可以做投資或是理財的 主計總處統計 國人實質總薪資 101年平均為4萬7千540元 到了111年8月 也只增加4千5百61元 來到5萬2千101元 10年漲幅不到10% 不過對照房貸車貸 根據樂屋網統計 兩者近十年分別大漲百分之五十五點七 百分之四十 薪資漲幅遠遠追不上 讓悲傷帶的上班族大喊無奈 如果是以薪水要應付生活上所有開銷的話 其實不夠的人數 混亂下來大概有八百萬的這種新品組 那如果其中在細算 就是說這個每個月可能到月底 都是錢已經薪水已經花光光 甚至還要借貸的話這種月光組可能更高達四百二十萬 這樣的一個狀況 十一住行都在漲 唯獨股市不漲 在明年經濟不看好 又可能持續升息的情況下 月底吃土的上班族 只怕將有增無減 TVBS新聞羅氏鵬 戴源立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